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龄波解救馆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部童话电影《骄傲的公主》 该片可谓是一首劳动人民的赞歌,充满了正能量 话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和平国的小王国 这里从国王到黎民百姓全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 在这里有个自上而下,人人都心放的共识 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维系社会运行的关键 所以人民不分高低贵贱,都以自己本质工作为荣 这里的国王米罗不但年轻英俊,而且勤证安眠 在他的治理下,国家安宁,社会和谐,人民富足 人们当然就很喜欢这位勤劳善良又智慧的国王 后来有天,和平国的邻国叶之国派来了几个使者 原来叶之国的老国王有个独生女索米拉公主 老国王特意派人说美,希望两国结成亲戚之好 从画像来看,这位索米拉公主的确长得花容月貌 米罗国王自然很心动,但他又不确定画像的真假 于是他就私下询问了使者 使者苏文米罗是个好国王,所以也不想欺瞒 他说画像倒是真的,只是这位公主的脾气不太好 他非常傲慢自恋,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曾爱过 米罗觉得这点也不算什么,所以就答应了此事 他于是想挑选一幅画像,作为回礼送给公主 一个画师把国王画得非常的威严强大 另一个画师把国王画得非常的英武神用 但国王都不喜欢,觉得他们太过浮夸并不真实 最后他挑选了一幅平易近人,简单扑素的画像 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己,他想要的就是真诚 然而几天之后,那幅画像却被公主推拉回来 因为公主觉得,这样的国王给他系鞋带都不配 并且使者汗带来了一个消息 就是叶之国的百姓过得都很悲惨 这天晚上,米罗耶不能寐,他想知道公主的事情 于是他就留下一封信,让一个大臣带为管理国家 然后他就置身前往叶之国一探究竟 结果刚一到达两国的边界,他就看到 叶之国戒备的那边站着一只秃鹫,显得一派萧索 这是一个鞋匠故意越过叶之国边界唱起来歌 原来叶之国境内禁止人们唱歌 鞋匠忍不住就每天跑到和平国唱几句过过瘾 更加离谱的是,叶之国的税已经征收到了好几年以后 好在米罗带了钱,这才帮鞋匠缴纳了拖钱的税款 后来米罗就和鞋匠互换了衣服,他决定隐瞒身份 探究叶之国的详情,当他走进王宫时 终于见到了苏米拉公主,公主故意把皮球扔到外面 然后命令她捡起来,实者果然说的没错 这个公主的脾气的确不好 这是一个老妇人将球捡起来交给了米罗 米罗这才顺势把球还给了公主 这位老妇人原来是公主小时候的保姆 她说公主原来非常的善良可爱,也非常喜欢唱歌 但是后来,公主被交给了邪恶的宗理大臣抚养 天知道她怎么交道公主,让她变成了这副样子 原来那个宗理大臣一直瞒着国王对百姓横成暴恋 而且将税款重宝私囊,只将一小部分删脚国库 然后他又以税收减少为由,怂恿国王继续加税 他将公主交坏,正是为了像现在操控国王一样 将来操控公主 后来有天,米罗用园丁的身份获进了宫廷 结果刚一见到公主,公主就让她给自己系鞋带 面对傲慢的公主,米罗毫不畏惧,直接拒绝了她 公主自然有些恼怒,她说自己可是美丽的公主 就连和平国国王给她系鞋带,都会觉得非常荣幸 然而米罗根本不搭理她 直到看见公主不小心掉进了汁汤 米罗才出于善意,帮她系上了鞋带 后来老夫人交给了米罗一把吉他 说只要公主相信她儿时经常唱的歌谣 兴许公主就能相信从前,找回最初的良善之心 后来米罗就经常唱歌,甚至唱的花儿都为之动容 但是这时,总理大臣等人又在怂恿公主 嫁给洛日国的王子 因为那个王子和老国王一样柔弱,将来也好操控 但是公主做事全凭自己性子 她才不听任何人的话,除非自己爱上那位王子 于是没过多久,总理大臣就让洛日国的王子亲子前来提前 这人一看就是个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废物 正在总理吹嘘王子时,米罗的歌声突然传来 总理于是就派人将违反唱歌精灵的米罗抓拉过来 米罗当众解释说,他已经交回了一朵鲜花唱歌 只见这朵鲜花竟然可以真的发出声音,而且非常悦耳 当时众人全都目瞪口呆,公主更是觉得非常新奇 最后老国王不但没有治罪,反而将米罗夸起来一番 至于那个洛日国的王子,公主既然没有看上他 老国王也只能劝他再去找找别的公主 后来能唱歌的话渐渐枯萎,公主不免有点生气 他要求米罗再给他一朵,否则就让父亲叫他赶走 米罗本想让公主唱歌,这样花朵就能再次绽放 但是傲慢的公主不肯屈从,米罗见状只好离开了这里 再培育出一朵会唱歌的花 公主表面上对米罗非常轻蔑,但背后却对米罗的歌声非常着迷 最后公主实在忍不住就让米罗叫他弹琴唱歌 可是公主毫无耐心,刚学不久就感觉非常难 米罗于是又弹动了一曲,这首曲子宫中好像很熟 他于是就跟着米罗修拉起来 正在这时,老国王听到歌声也走了进来 原来他也会这首歌曲,这是女儿小时候作业的歌 唱完以后老国王不禁感慨,他为何要下唱歌禁令 就在这时,索米拉公主终于想起了一些事情 于是米罗就顺势将保姆教她唱歌的事告诉了公主 公主这才入梦初醒,终于想起了童年的那份美好 从那以后公主就脱胎换骨,不再傲慢自恋 她开始喜欢劳动,喜欢园艺,对花草充满了爱心 两人也在朝夕相处中互生情愫,爱上了彼此 公主也不在乎米罗的身份,愿意跟她天然海角 结果在宗礼大臣的怂恿下 老国王却以园丁供应公主为名,将她驱逐出境 不料公主竟然偷偷出宫,要和米罗一起跃动高飞 他们先来看望了那位保姆,保姆得知两人要走 便送了公主一套衣服,让她扮成普通的农家女孩 国王得知公主逃走后,只好派总理大臣前去寻找 总理大臣竟然想趁此机会杀了米罗,一决后患 但是在保姆的掩护下,他俩还是逃了出来 话说公主和米罗后来走进了一户人家 他们决定在这里的农场打工,换取再次十足几日 其实这户人家已经看出了米罗就是和平国的国王 但见米罗似有心事,他们也就没有结算此事 从那以后,两人就在这个农场当起了杂工 不料后来有天,寻找他们的卫兵找到了这里 无奈之下,两人只得离开这户善良的人家 后来两人又来到了一个烧炭工人家 他们又决定在这里帮忙,换取再次十足几日 烧炭工虽然很穷,但他从不拒绝肯处理干活的人 结果这天晚上,有个米罗的官员前来结束 烧炭工出于好心,就让他在家住了一晚 结果第二天一早,正好国王的卫兵找到了这里 那个官员也认同了公主 为了一百金币的赏金,他就吹起号角召唤士兵 米罗见状便将那人偷骂了一顿,然后赶紧逃走 最后他带着公主坐上一根圆木,一路滑下了山 另一方面,话说国王只是未能找到公主,早已是焦头烂额 这是有个善良的圆钉,假借纳朵会唱歌的花朵 让国王去找公主的保姆 保姆因为协助公主逃走,现在已经被关拉起来 他于是趁机将总理大臣的罪行告诉了国王 不料正在这时,那几个奸臣就走了进来 国王虽然是一国之主,但也不敢得罪这几个重臣 好在国王也挺机灵,转来转去 就把他们绕到了一个房间,正好将他们锁拉起来 这样一来,保姆就让国王减轻赋税,废出禁令 让人面有事可做,安居乐业 他就说出公主去向 国王为大女儿只得一一照做,宣布了新的法令 然而保姆最后只是告诉国王说 公主现在和一个好人在一起,国王大可放心 这样的答案国王当然不满意,立马就要反悔 就在这时,那个圆钉,也就是当初的那位使者说 其实米洛就是和平国的国王 他劝老国王不要收回成命 废出唱歌禁令,减轻赋税,让人民安居乐业 就像米洛国王对他的子民做的那样,才是正道 事已至此,国王也只得全体相信,等待结果 话说此时此刻,米洛和公主又来到了一个末房 他们同样在这里打工,以便换取再次十足几日 后来那些上外街道最新命令的卫兵找到了这里 事已至此,米洛只好用武力和他们周旋 在公主和末房主的帮助下,这群士兵最终被击败 一个个全都被装进了面困口袋 米洛和公主于是就骑上卫兵的马 一路来到了两国的边境,找到了鞋匠 这是那个善良的园丁带领队伍 带着国王最新的命令,终于找到了公主 公主这才发现,原来米洛竟然就是和平国的国王 他自然有点恼怒,这家伙竟然骗了自己一路 但是气归气,公主心里气势也没有在乎这些 不管米洛是国王还是园丁,他喜欢的人依然喜欢 米洛后来就和苏米拉公主举行了婚礼 老国王也将王冠交到了米洛手中 相信这个年轻人能给王国子民带来幸福和繁荣 邪恶的总理大臣等人最后也受到了惩罚 人民也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生活 那个邪将也不用再跨越边境,就可以唱歌 电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但该片拍的真切感人,反而以朴素打动了观众 毕竟自由,勤劳,顾名公众这些价值观 不分左右,不分主意 它是全人类进幕的共识 好了,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回再见